招军初赛正在紧锣密谷的筹备中 在排练现场 我们看到了总制作人黄兴女士 来听听她怎么看待这部作品 招军初赛这个题材也非常非常好的题材 首先招军她是四大美人 然后呢就是 我们叫她叫做长江的女儿 草原的母亲 和平的使者 就是她历史上的美人多了 那怎么就她被大家给记住 除了她的美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她把自己的命运和家国 和一些情怀联系在一起 如果招军这个题材在今天来演绎 谁的演绎它会更具有特殊性 然后更代表东方美 我觉得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浴缸的一种表达 还是她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的各种故事 还是后来我们一起邀请到这个叶解天老师 一起参与到这个创作当中来 还有方文山老师 还有常识雷老师 你想想这几个人 就都很东方对吧 完了以后 都传达的是一种东方美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又都是男性 都塑造的是一个美人 所以会觉得很有意思 这次的服装非常有特点 非常有特点 就是叶老师他在这种服装的设计上 可能突破了大家原有的对匈奴 对汉服 或者说就是对一些传统的一些服装的一种设计 举个例子啊 汉原地的服装 那他这次呢 等于就是说 他有一圈的龙盘在他身上 是立体的盘 一方面呢 他觉得那个龙 它是一种皇上的符号 但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皇上也会因为这个东西 被框住或者被限制住 还有很多寓意在里面 李玉刚的服装这次造价也非常高 非常的高 他临次大会的那个头饰 全是香的石化露石系的水晶 修花碧月 沉鱼落雁 这次的音乐 就是实际上主题曲是常识人性的 那个词呢 感觉是中间也是改了好多遍 就是你可能要看一些其他报道 也能看到 就黄奔山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被李玉刚折磨得过去 李玉刚折磨每一个人 他对西 就很多的细节吧 他就是还是非常追求完美 如果有可能的话 如果能做最好的修改 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修改 但是你知道这个各个工种 各个部门 就会要配合这种修改 而这种修改 越到后边 逃合成阶段 不管是音乐 还是什么 就是包括 包括他身边 在进行这个剧本啊 包括台词啊 这种进行调整的 一个做的 我觉得 反正他希望追求的 一个完美的 或者是尽善尽兵 尽可能的少留遗憾 被框住或者被限制住 还有很多寓意在里面 李玉刚的服装这次造价也非常高 非常的高 他临次大会的那个头饰 全是香的 石花露石西部水晶 修花碧月 沉鱼落雁 这次的音乐 就是是这样主题曲 是常识人形的 那个词呢 反正是中间也是改了好多遍 就是你可能要看一些其他道料 也能看到 就方文山的这个 非常有特点 就是叶老师 他在这种服装的设计上 可能突破了大家原有的 对匈奴 对汉服 或者说就是 对一些传统的一些服装的一种设计 举个例子 汉原地的服装 那他这次呢 等于就是说 他有一圈的龙盘在他身上 是立体的盘 一方面呢 他觉得那个龙 它是一种皇上的符号 但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皇上也会因为这个东西 昭君初赛正在锦罗密谷的筹备中 在排练现场 我们看到了总制作人黄兴女士 来听听他怎么看待这部作品 昭君初赛这个题材 也非常非常好 首先昭君他是四大美人 然后呢 就是我们叫他叫做长江的女儿 草原的母亲 和平的使者 就是他历史上的美人多了 那怎么就他被大家给记住了 除了他的美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他把自己的命运和家国 和这个一些情怀 联系在一起 如果昭君这个题材 在今天来演绎 谁的演绎他会更具有特殊性 然后更代表一个东方人 我觉得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玉刚的一种表达 还是他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的各种故事 还是后来我们一起邀请到这个叶锦天老师 一起参与到这个创作当中来 还有方文山老师 还有常识雷老师 你想想这几个人 就都很东方对吧 完了以后 都传达的是一种东方美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又都是男性 都塑造的是一个美人 所以会觉得很有意思 这次的服装非常有特点 还有一圈的龙盘在他身上 是立体的盘 一方面呢 他觉得那个龙 它是一种皇上的符号 但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皇上也会 因为这个东西被框住 或者被限制住 还有很多寓意在里面 李刚刚的服装 这次造价也非常高 非常的高 他临次大会的那个头饰 全是乡的 十花六十七个水晶 修花碧月 沉鱼落雁 这次的音乐 就是实际上主题曲是 常识了一些 那个词呢 感觉是中间也是改了好多遍 就是你可能要看一些 其他报道也能看到 就黄文山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被李一刚折磨得过 李一刚就能折磨每一个人 他对戏 就很多的细节吧 他就是还是非常追求完美 如果有可能的话 如果能做最好的修改 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修改 但是你知道这个各个工种 各个部门 就会要配合这种修改 而这种修改 约到后边 逃合成阶段 不管是音乐 还是什么 就是包括他身边 在进行这个剧本啊 包括台词啊 这种进行调整的 做了成绩的 反正他希望追求的 一定都完美了 或者是尽善尽给 尽可能的少留遗憾 尽可能的少留遗憾 被框住或者被限制住 还有很多寓意在里面 李一刚的服装这次造价也非常高 非常的高 他临次大会的那个头饰 全是香的 十花六十七个水晶 修花碧月 沉鱼落雁 这次的音乐 就是这样主题曲是 常识人形的 那个词呢 反正是中间也是改了好多遍 就是你可能要看一些其他道料 也能看到 就方文山的这个 非常有特点 就是叶老师 他在这种服装的设计上 可能突破了大家原有的 对匈奴 对汉服 或者说就是 对一些传统的一些服装的一种设计 举个例子 汉原地的服装 那他这次呢 等于就是说 他有一圈的龙盘在他身上 是立体的盘 一方面呢 他觉得那个龙 它是一种皇上的符号 但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皇上也会因为这个东西 招军初赛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在排练现场 我们看到了总制作人黄兴女士 来听听他怎么看待这部作品 招军初赛这个题材 也非常非常好的题材 首先 和平的使者 就是他 历史上的美人多了 那怎么就他被大家给记住 除了他的美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他把自己的命运和家国 和这个一些情怀 联系在一起 如果招军这个题材 在今天来演绎 谁的演绎 他会更具有特殊性 然后更代表东方美 我觉得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玉刚的一种表达 还是他这个过程当中 经历了各种故事 还是后来我们一起邀请到 这个叶锦天老师 一起参与到这个创作当中来 还有方文山老师 还有常诗雷老师 你想想这几个人 就都很东方对吧 完了以后 都传达的是一种东方美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又都是男性 都塑造的是一个美人 所以会觉得很有意思 这次的服装非常有特点 非常有特点 就是叶老师 他在这种服装的设计上 可能突破了大家原有的 对匈奴 对汉服 或者说就是 对一些传统的 一些服装的一种设计 举个例子 汉原地的服装 那他这次呢 等于就是说 他有一圈的龙盘在他身上 是立体的盘 一方面呢 他觉得那个龙它是一种皇上的符号 但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皇上也会因为这个东西 被框住或者被限制住 还有很多寓意在里面 李刚刚的服装这次造价也非常高 非常的高 那个词呢 感觉是中间也是改了好多遍 就是你可能要看一些其他报道 也能看到 就方文川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被李一刚折磨得过去 李一刚就能折磨每一个人 那对西 就很多的细节吧 他就是还是非常追求完美 如果有可能的话 如果能做最好的修改 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修改 但是你知道这个各个工种 各个部门 就会要配合这种修改 而这种修改约到后边 逃合成阶段 不管是音乐还是什么 就是包括他身边 在进行这个剧本啊 包括台词啊 这种进行调整 都做了什么的 反正他希望追求的 已经都完美了 或者是尽善尽力 尽可能的少留意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